智齒 各位有拔過智齒嗎 有 有拔過 那沒有拔過的 據說有智齒的人 是比較還沒進化的人類 如果你沒有長智齒的話 好像就是比較進化的人類 我是當中聽一個 醫生朋友一下跟我講的 然後我拔了四顆智齒 上面兩顆下面兩顆 上面兩顆拔非常非常快 比我想像那麼快 不過下面兩顆比較麻煩 因為它是智齒長橫的 它會抵住前面那顆 所以你要長的時候 要想把皮劃開 然後切一半再把牙齒拔出來 所以我記得當時那個 牙醫在我拿那個錢 在我那邊這樣繳了老半天 我頭一直在那邊晃了晃去 搞了很久很久 那就因為這個拔智齒的過程 滿激烈的 所以我寫了智齒這首歌曲 但是我歌詞裡面 完全沒有寫到 我剛剛講的那些部分 可是我想要用智齒這個概念 來形容一些人生中斷捨離的一些感覺 那最近這首歌也是我們EP裡面 最近發行一個 準備要發行一張 我想拍一個電影的EP裡面一首歌曲 它已經在串流平台就可以聽到了 然後下禮拜這個MV就會出現 大家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然後 牧子不要再講 那我們現在帶來的這首歌曲叫 《智子》 她在串流平台詞 在這碎裏面 現在最要命的是啊 疼痛越來越難耐 後來最要命的是啊 你慢慢走開 曾經我們努力拒絕的 那首沒有完美結局的歌 曾經我們擁有無數次 慘烈戰爭 為什麼快離開我 你別問為什麼快離開我 我已失去我們想要的生活 我會繼續完成 管她說的年輪 我會繼續完成 精心裝扮的快樂 曾經我們努力拒絕的 那首沒有完美結局的歌 曾經我們擁有無數次 你別問為什麼快離開我 你別問為什麼快離開我 我已失去我們想要的生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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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